在这一节的课程中 我们来为Drupal网站建立第一份内容 当你刚装好Drupal网站的时候 网站里头是没有什么内容的 所以目前在首页上面你可以看到它只有欢迎来到MyDrupal 7 MyDrupal 7是我们为这个网站所设的名称 接下来它讲到目前没有建立任何首页的内容 然后这里有一个新增内容的节点 所以通常在网站安装好了之后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来新增一些内容 当你由这边点按新增内容之后 这个连接点就不会再出现了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有工具列 这边有一个内容的指令 由这边来进入建立内容的地方 好,我们在工具列上面点按内容 现在我们来到了内容的管理界面 这个管理界面是采用Overlay的方式来呈现 跟在User管理清单里头一样 我们首先有面包屑 再来是有一些相关的命令 再来这边有一个衰选器 再来这边有一些行动项目 然后在最下面这边是内容的清单 这个做法跟User的管理界面是相同的 接下来我们来新增内容 来到新增内容的界面之后 这里又有两个选项 我们是要建立基本的页面 还是要建立文章 我们先看一下 所谓的基本页面 它指的是用来建立静态的内容 也就是说这份内容几乎是不会改变的 例如关于我们这样子一个文件 另外一种内容的类型叫做文章 它有提到 针对时效相关的内容 例如说是最新消息、新闻稿 或是部落格文章 这些呢 请你使用文章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类型 好,我们这一次呢 来为文章建立一份新的内容 首先一份内容要有标题 再来呢 一份内容可能可以记录一些标签 再来是内容的本文 也就是它的内文 至少我们有设三个单位 要来填写 在课程练习中 我尽量帮你节省打字的时间 所以呢 在课程附带的练习档案里头 也有一些文字呢 可以让你直接来使用 我们先来到档案总管 再来来到你放置课程的练习档案的地方 一般来讲我会把它放在文件 这个路径底下 我们的课程练习档案呢 档案名称叫做Juple7Basics 好,进来 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Data的目录 在这里面呢 我放了很多资料 让你在建立相关的资讯的时候呢 能够很快的利用贴上的功能 来完成这些文字的制作 我们要的是第一个 我们的第一篇Juple文章 第一句话呢 是标题 把它拷贝起来 再来到我们的网站里头 把它贴上来 Tag呢 我们自己要打一下 例如说我把这篇文章 把它标记为是一个新知 这座文章的分类标签的时候 可以给它很多个标签 如果你要给上第二个标签的时候呢 请你用逗号 来把它隔开 通常我习惯上还会再加上一个空格 另外请你注意到 这个逗号呢 是英文字形中的逗号 而不是中文字形的逗号 再来我们给它叫做 Juple 所以现在我给它两个分类的标签 一个叫做新知 一个叫做Juple 接下来我们来填写内文 一样的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从第二句话开始 到最后这一段 都是我们可以直接贴进来的 把它拷贝起来以后呢 直接在这边贴上来 我们再往下 内文这个格子相当的大 你可以利用内文这个输入框 在这边呢它有一个可以移动的 来缩小你本身内文框的大小 接下来这里有一个输入的格式 它有提到 在这个选项里头有 Filter HTML Fool HTML 跟Plane Text 这个是纯文字 再来这个是完整的HTML 接下来这个是有衰选性的HTML 这个我们在后面呢 还会再介绍到 简单的说 利用这个输入格式 来确定哪些标记 可以在这文章里头被接受 这是由于资讯安全 治安的考量 所以我们可以在 输入格式上面 做了一些设定 除了现在Juple所提供给你 内建这三种输入格式之外 你还可以自己再建立其他的格式 或者利用Juple的其他扩充模组 来扩充你的输入格式 我们还是不动它 先利用Filter HTML 也就是说有限制的HTML 它限制之后呢 可以使用的HTML 标签呢 只有这几个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在这一篇文章中 我们可以附给它一张图片 所以我们来浏览一下 从我们的PC中 找一张图片 上传到这个网站系统里头来 浏览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入境是在 我的文件下面的课程练习档案 Drupal 7 Basics这个目录 底下的Data这个目录 那么在这个目录里头 我有放了一个Drupal Icon Large PNG的图片档案 请你把它点按两下把它选进来 然后我们点按上载 把它上传到这一个Drupal系统上面来 接下来我们可以为这个图片输入一些替代的文字 替代的文字 是当这张图片没有出现的时候呢 在图片的位置上面会有一些文字出现 让浏览者知道说这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再往下 接下来这边是关于这篇文章的一些设定 关于这些设定呢我们在下一节的时候再说明 好文章输入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储存一个是预览 我们先来预览看一下 预览的时候呢 Jupper回馈一个讯息 你的文章的截取内容版本 会显示在网站的首页或是RSS的资讯内容 你可以插入这样子的一个符号 不包含它外面的双引号的方式来标示你的摘要内容 假如你没有提供这篇文章的摘要内容的时候 Jupper会利用截取部分的内容版本来作为它的摘要内容 这是它的意思 那么在截取内容版本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指定要截取到哪里为止 这是它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真正的预览的部分 首先预览的第一部分是预览截取的内容版本 这个就是说由Jupper系统帮你的文章摘取部分出来 当作是一个摘要的方式来显示 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在Jupper里头的术语叫做摘要模式 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 摘要模式的时候我们有标题 有作者 然后发表日期 再来是我们所附上在这篇文章中的一张图片 再来是我们的内文 然后再往下这里还有一些标签 我们在这篇文章上面标记了两个标签 一个叫新知 一个叫Jupper 接下来还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阅读更多 另外一个是针对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新的回应 然后再来这里还有一个预览 这是预览它的全文的版本 也就是整篇文章全部呈现出来的结果 我们往下看 它有标题 作者日期 然后有图片 这张图片看起来比刚刚大很多 我们再往上确认一下 没有错 预览的摘要版本里头是比较小张的图片 预览的全文模式里头 图片是几乎可以说是完整的呈现 所以至少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为内容 设定不同的显示模式 利用不同的效果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在后面我们也会来介绍 再往下 再往下是整篇文章 再来是它的标签 再往下 再往下我们又来到了内容编辑的部分了 所以在预览之后 你可以继续编辑这篇文章 接下来我准备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贴上一个看到网页最前面的部分 贴上这样子的一个标记 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来到这边把它贴上来 这样子的情况下 主婆在选取这篇内容的 截取版本的时候 只会截取到这里为止 所以变成截取版本 只会秀出这些文字 因为它碰到了 截取版本到此为止的一个标记 不过内容文章本身如果文字太少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标记呢 不会发生作用 再来我们看一下内文这里 它旁边还有一个连结叫做编辑摘要 我们来点按一下 在这个框框里头 我们可以输入自己 要给的一个摘要版本 例如说我们可以 让这么短的一句话呢 作为是我们的摘要版本 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把这一个 截取的标记把它删除掉 好 现在变成了我们的摘要模式呢 只秀出这么短的一篇文章 然后再完整内容呢 是秀出这么多的文字 好再往下 我们可以继续再来预览一次 因为这次我们有做了一点点改变 好我们再看一下 预览截取内容版本这个地方 好你可以看到文章内容呢 只有短短的 然后再来是全文版本 OK 文章输入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按儲存 好 恭喜你 你已经在Drupal网站中 建立了第一份内容 在建立完第一份内容之后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 一些额外的资讯 首先 这一篇内容的网址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来到网址列上面看一下 我们的网站是 Localhost myDrupal 7 现在在后面又加了一个 Node 4 这表示说 这篇文章是在Drupal系统里头 Node的第四份 因为我刚刚已经在这个网站里头 做了三份 而且又把它砍掉了 所以我现在得到的编号是4 如果你是完全新的Drupal网站所建立起来的话 应该会得到的编号是1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得到了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说 每一篇内容呢 Drupal都会给它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叫做NodeID 之所以称为NodeID 你可以看到它把它归在Node这一类里头 所以同一篇文章 当输入到不同的Drupal网站的时候呢 会得到不同的流水号 也就是会得到不同的NodeID 这个编号 再来我们往下看 Drupal有回馈讯息 告诉我们已经建立了文章 我们的第一篇Drupal文章 在这个地方 再来 这是我们这篇文章的标题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呢 这里有两个页签 第一个页签呢 就是检视 这是我们整篇文章的内容 第二个页签呢 可以让你再带到编辑的状态底下 在下一节课程中 我们就会来利用这一个页签 来重新对这篇文章进行编辑 再来再往下看 再来呢 这边有它的标记 在下面这里 你可以针对这篇文章呢 发表新的回应 那目前呢 我是Admin进来的 所以它这里会秀出你的名字是Admin 那标题 我可能会写给它很好的文章 然后可能回应给它一些资讯 一样有输入格式 再来呢 按储存 那么这篇回应呢 就出去了 好在这边呢 我先不把这篇回应发表上来 因为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们针对回应呢 会再来讨论一下 好再回到前面来 现在我们是以Admin 最高权限使用者的身份 看到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把它登出 我们看一下一般的使用者 也就是没有登录的使用者 他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现象 好你可以发现呢 工具列、捷径列都不见了 再来是我们的第一篇文章 而且这个文章的图像呢 变得比较小 再来有它的文章分类标签 然后这边有阅读更多 表示呢 这是一个摘要模式 我们要点阅读更多 才能够得到完整的全文模式 然后这边呢 发表回应也不见了 然后在这里有写到 发表回应前 请先登录或注册 关于一般的使用者 是否可以发表回应 这个在猪婆中 可以由权限来设定 猪婆本身对于权限相当的严谨 什么样的人 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有他自己的一个严格的定义 这个后面呢 我们也会来做介绍 OK完成了这篇文章之后 请进入下一节的课程 我们来讨论文章的编辑